尤其 confirmai Pretillion inoren 圣经徒芝生 荣经徒芝生 有一次这样子说 我在Monaco的时候 我在Monaco的时候 我说 哇,几位好像不是警察一样, 怎么那么温柔,那么客气? 他说,谁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好。 他就是这样子讲。 然后这位警察,那个美国警察, 他问出来。 然后我就说, 哦,警察, 太晚了,你必须工作。 对不起,如果我们担心你, 对不起,我们怎么办? 他说,他乘得太快,乘得软件之类的。 他说,我必须给你…… 我讲英文吗?对不起,刚才我讲。 我碰到警察,我司机就说,怎么啦? 我就说,情况你好,那么晚还工作, 好辛苦了。 然后他就软下来一点。 如果上我那个司机的话, 他会罚四个罚蛋,一定。 不是一个,我们四个人在车室里面,都睡着了。 我们四个人在车室里面,都睡着了。 然后我就说,哎呀,sorry,对不起啦。 警官,对不起啦。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应该给你一个罚蛋。 我说,好啦,可以啦。 不过,我们在做什么,我也要知道学习一下, 以后不要再弄。 他就说,他开太快。 我说,你好坏人,怎么开那么快? 哦,谢谢警官,又不是你拦下来的话, 他就开太快,然后也许我们不会安全。 谢谢你,谢谢你。 哦,谢谢你。 哦,大家好高兴,笑得很开心。 哦,谢谢你。 然后他就说,这个车子是谁的? 我说,是我的,不过他开的,他开。 我说,不开的啦,真的是这样子。 我说,他说,既然是你的车的, 我能开小一点的罚蛋了,降价。 我说,没关系啦。 警官,都是我们的错啦,我们的错。 你是替法律工作的。 我们的错,我们就承认了,没什么关系的。 谢谢你拦下来,不然这个人他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开那么快。 我们都睡着了,他一个人干嘛就干嘛, 我们不知道,还好你拦下来,让我们现在安全了。 多谢你,多谢你。 哦,谢谢上帝,有那么好的警官。 哦,他高兴,高兴快乐。 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他说,如果是你的车,我就开小一点。 不过还是要去载水开车了,懂不懂? 有一些法律的多开,refreshing的,remind的,去水。 我说,好,我回去,我回去。 我是主人嘛,应该去的,开车说不用去。 车是我的,不过开小单的,没什么,很法的。 然后他说,如果你们不甘心,觉得这个法单, 当然你可以去法庭那边反抗。 我说,不会,不会。 你做你的责任,然后你是为了保安才这样弄。 我们感激不清,哪里就不去告, 哪里去法庭干什么。 哦,他就告诉他,他说, 哦,很好,很好,非常好,你非常好。 好,现在你可以去。 告诉他,不要乘太快了。 如果我看到他,如果我遇见他一次, 我说,不要那么慢,警察也会再拦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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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太快,现在太慢。 太慢,警察也会拦你下来。 是吗?会拦下来。 是不是拦下来? 我在德国有碰过这种情况。 我说,我开慢了,我在城市里面。 不是,我开还是谁开。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开。 那另外一个人开,开很慢。 警察也会拦下来。 所以,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怕你喝酒或是吸毒瓶什么, 清晨就比较慢,懂不懂? 他说, why you drive so slow? 他说, oh, sorry,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他说, okay, good excuse, but just drive as a speed limit, okay? And then we're okay also, we're okay. 意思是说,他叫那个司机开在那个 能开的那个速度里面,不要这么慢。 因为慢的话,也会阻碍别的车子。 然后他警告我们一下,让我们走了。 就这样子。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 他也多一点点,比方说五十, 你开五十半、五十一还可以。 如果你开准时五十, 他也觉得你好像头脑,我是说,头脑。 意思是说,头脑比较有问题。 他也会停下来看一看, 看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执照, 看看有没有那个酒精的味道等等。 哎呀,讲一只梨而已, 已经半个小时了,二十分钟。 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吃饭了? 要不要明天再讲? 不要,要。 不,要。 因为你们那时候不要,不要。 要是说不要,我不知道。 你们不或是要。 好啦,要或是不要? 说一次就好了。 要明天或是要今天? 我那个可怜的老人家还是要衬衬球。 学生是最不喜欢上学的啦, 然后你们强迫我继续学习。 理,我们就是这样的, 对谁礼貌都对我们好的, 人家会尊重我们, 不是我们尊重人家, 然后我们失踪我们的地位 或是降下来我们的那种村园。 不是啦! 我們對人禮貌 就對我們好 特別外面的人 他們比較生活困苦了 每天為了生存 工作很多 還有跟太太先生 有時候有摩擦 還有小孩不聽話等等 還有稅金要付 還有車子要修理 要保險等等 一大堆了 付房子的錢等等 多數的人生活蠻辛苦 能平均就已經很好了 有錢能夠給小孩上學 自己每天有飯菜吃 有屋頂就已經蠻不錯 有一些更辛苦 然後我們對他們不好的話 他們又更不愉快 所以對別人好 禮貌也是一種不思 不思歡喜的那種氣氛 歡喜心 這個也是仁慈 對別人好 讓他高興一點 對生活盲目當中 高興快樂 笑出來 心情開朗一點 也是一種仁慈 是嗎? 讓人家更痛苦的話 就不是仁慈 所以這一個字仁慈的話 我覺得這包括任何 難怪孔父子他那麼開悟 他把仁慈放在地獄 他把仁慈放在地獄 是真正的是這樣 如果一個人沒有仁慈的話 別的品質也不會發達出來的 如果你有智慧 你有禮貌 不過都是假的 智慧是為了賺錢 為了要抬在人家頭上 為了你升官 你自己生活更好的話 那也不算智慧了 那也不算智慧了 第一,你有愛心以後 什麼都會處理得好 什麼都知道怎麼弄 怎麼弄的 我也佩服孔子 謝謝他 一個人開悟這樣子 生生世世人 還會尊重他 到這個時代 多少百年或是千年? 對,千年多了 對,千年多了 2500 兩千五百了 2500 兩千五百了 你看,上世家牧尼佛 也是兩千多年 孔父子也是這樣 人家還拜拜祂 還紀念祂的生日 那個十日 還有寺廟蓋的繪房 給祂紀念 給後代的人 學習祂的教理跟榜樣 真正的一個看護的人 會影響百千萬億的人 世世代代會影響 算不出來的人數 所以你看 看護多重要 他那个时代又没电视,没有SMGV,可以广播 走路也要走,坐马车、牛车也要坐 为了要去各国讲道理 不过他也不能讲那么多给很多人听 只能去那些大的首都、大城市而已 没那么容易可以交通不方便 还有见证什么、护照什么,没大队 这个时代也还会有一些 不过那个时代更困难 见证什么的,然后钱 到处都走这样,钱要背很多 背很多也要安全的 不然的话,有时候那个强盗他会拿你东西 是吗?走路这样子,不那么简单 那个长道的那个叫什么? 买路财那些 买路财那些人 十路是我该 十树是我财 你要刮十路 留买路财 听得好好听,像一首书一样 终于就是为了要钱而已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那么简单 那钱都带走 我钱他们就弄一块这么大的 银的或是黄金的,懂不懂? 然后那个小费的钱也是用铁弄出来的 不是银而已 反正不管什么都是金属味的那些 就是很重,懂不懂? 要放这里一些,要放那边一些 抢起来嘛,给人家看 所以孔子其实要走很远 要广播他那个人 意理自信那个造理的事不那么简单 老子也是这样 所以他本来不想叫人 就经过一个关癌 被他的徒弟拦出来 就写一下给我们后代的人 他在那边写那个道德经 本来他也不想写 看人头很硬,不好叫 到很多,很多都是迷信 或是被那个传统绑得很紧 所以他不想叫人 你们不会冷吗? 不冷不饿,不要什么 好壮你们 看到师父什么都不要了 不冷不饿,不累,不愁 只有一个字而已,赖 好,好,好,我也赖下去了 不过,如果讲不完 改天讲嘛,何必 那个离是很重要 离也是酸人在里面的 现在看到了没有? 师父还没学会 已经知道那个人那个字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 我以前讲过那个人那个字就忘卦所有了 不过,孔子当然也知道 人类没那么简单了解 所以他就分成无类了 事实上,有人子就OK了 懂不懂,即使我们没有学问 不大懂什么那种外表的礼貌 不过,我们有仁慈 懂不懂,人家也会感觉得出来 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就不会伤害他,就不会怕你了 好,现在你是这样的 要对别人礼貌 不管他怎么样,他是谁 他也是一种人子 给人家高兴,开朗一点 他整天工作了 就跟很多人家一起 对很多那种我词已经很腻了 然后我碰到你,你也是一样 你认为你是什么人 然后你就对待别人不好 没有礼貌,是不对 特别那些官员,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心 不是在官场里面的苦心而已 在家庭自己也有 然后两边都很多压力 所以我们对他们要礼貌 我要认为,我付税金给你 你才能够当官 那你应该替我工作是对的 不要有那种态度,要尊重他 他也是有福报才能当官在那里 要不然你要当也不行 你要也不能 所以要尊重他 好,礼貌 然后现在经理讲完了吗? 差不多 可以了,当然可以讲了 高山大海 现在我要学什么? 我忘记了,什么? 智 智,识 好好,我也好好学习 智就是智慧 他有这样写吗? 中文这样写,智慧? 智慧的智吗? 好,好,那智慧是從哪裡來呢? 我不知道,你們跟我教訓一下,教育一下 智慧從哪裡來? 修行 因為智慧也可以有兩種 一種是世界的 我們可以學會的,也可以算智慧 我們腦袋比別人聰明一點 我們就說,你滿有智慧 是有聰明度,不過也是說有智慧 然後那個是世界的智慧 我們頭腦有時候比別人聰明 因為也許是父母傳下來的關係 也許我們福報是這樣 也許我們前世已經做過某某工作 然後我們在賽事裡面 也有存在那些知道的 然後智慧 另外你們說從修行而來,也是對的 那個比較高的智慧 不是IQ而已,而且有更高的智慧 我們越修行,智慧越多 我們越修行,智慧越多 越上高的等級,智慧越發展 越上高的等級,智慧越發展 也不是發展,本來就有智慧 就生出來喝迷魂藥,忘記了 迷魂湯,忘記了 然後被身體綁住了 然後被身體綁住了 然後就被世界 因為看外表,分心了 沒辦法集中 而智慧也忘記了,忘了一些了 所以人家世界說,我們就用我們 其實我們腦袋就用5%而已 或是更多就是多幾分而已 能不能想像 我們能全部用我們的腦袋那個力量 都不得了 不過目前,很多人都不能用他的腦袋 而且用錯的地方 因為被磨,被磨片 還有社會影響 還有食物影響 吃不對的東西 吃肉、喝酒那些 又把我們腦袋要麻木掉了 又更減少 本來5%,5%而已 現在不曉得百分之什麼 零點什麼了 所以這些對我們腦袋傷害 對我們智慧傷害 我們不能用 所以師父教你們都是對的 OK? 按照片